大家好,我杨风 今天4月2日 3月31日是俄罗斯限定 那些不友好国家 需要用卢布来支付俄罗斯的天然气 那么,俄罗斯所谓的不友好国家 会怎么做呢? 首先 美国以G7国家早就发布了声明 不会用卢布来支付 另外,欧盟也发布了声明 欧盟指责俄罗斯违反了契约的精神 不会同意俄罗斯的说法 用卢布支付 欧盟只会按照合约 用欧元或是美元来支付 看起来 美国是尽量的 给欧盟加油、打气、支持 欧盟在这方面也是很应景 绝不低头 广东话是难减 不过,前几天我们已经说了 欧盟这是嘴硬 谁呀是嘴硬 主要的原因是 欧盟虽然想要摆脱 对俄罗斯天然气与石油的依赖 但是,缓不济急 敢不急 虽然美国也想要帮助欧盟 向欧盟输出更多的天然气 但是,要提升产量 会有诸多的问题 也不是短时间之内可以办到的 另外,中东地区的产油国 天然气出口国 不会,不愿意 也不能够大力帮忙 一方面 这些国家 出口天然气出口 但是,和解了 因此补下的档口 德国总理硕池 于3月30日 打了一通电话给普京 两个国家的领袖 施了了一下 闲聊了一会 其实,这也是因为3月29日下午 德国天然气传输数据显示了 从俄罗斯运送来的天然气流量 降到零 德国开始紧张了 知道俄罗斯完真的 过了些时候 天然气的流量恢复了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 回应这个状况说 之前发生的问题 纯粹是技术故障 这就是西方国家的 政治作风与习性 你跟他们完真的 他们才会认真面对 在中国 这叫做不点不亮 我们刚说了一些 机器给俄罗斯的回复 也说了欧盟给俄罗斯的回复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 普京是怎么说的 普京说 之前宣布购买俄罗斯天然气 得要用卢布来结算 这是因为欧盟国家违反了国际法 冻结俄罗斯央行的外汇储备 普京的说法 跟我们上星期的说法是一样的 然后 普京又接着说 但是 这不应该导致欧洲天然气进口商的协议 条件恶化 普京这时候就显现出了 说话的技巧了 普京的意思是说 虽然你们对我不义 但是我并没有想要让这些进口商不好过 我们没有想要为难他们 普京再接着说 将来两国领导人还要约定 对于这件事 由两国方面的专家进行额外的探讨 普京说了三段话 第一段解释了 这是西方国家不义在先 并非是我不能 第二段话是 我没有想要为难你们 第三段话 非常重要 普京说 这样好了 以后 由我们双方的专家 进行额外的探讨 最后一段话非常有深意 意思是说 以后我们双方多聊一聊 多接触 美国与英国那些国家 我们不用理会他们 我们自己聊我们的 这就应验了那句话 早起了鸟儿有虫吃 德国总理先来跟俄罗斯商谈 俄罗斯当然会网开一面 优先处理 优先给予一些好处 也优先给一点方便 哪些方便呢 我们先看一下 德国方面在事后是怎么说的 德国总理硕持要求俄方 出示书面文件 详细说明致富方式 以及流程 从这个说法 我们可以看到 德国在这一次的商谈 是处于下风的 虽然德国方面说 请你给我一份书面说明 我好回去研究一下 其实就是落居下风的说法 虽然 硕持方面是说 他还没有答应普京的提议 只是先参考一下 俄罗斯所给的书面文件 研究一下流程 硕持当然不能够立刻答应 否则的话 硕持肯定会被自己国内的舆论K 也可能会被盟友讥笑 这是可以理解的 按照普京方面的说法 俄罗斯的确给了一些方便 首先 德国可以暂时用欧元来支付 但是,钱必须要打到 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的账号上 这是没有受到制裁的银行 然后,银行会换成卢布 这等于是代替德国 把钱换成卢布 这是兜了一圈 也等于是绕过了欧盟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 其实 非要这样做不可 因为 如果不是把钱打到俄罗斯的银行 那么,根据欧盟的金融制裁令 这笔钱会立刻被欧盟冻结 另外 如果不换成卢布的话 俄罗斯无法持有这笔欧元 因为俄罗斯被欧盟制裁 无法使用欧元 收了这些欧元也没有用 必须要换成卢布 但是,这样的话 还是相当于 德国用卢布来支付俄罗斯的天然气 只不过 是由俄罗斯的银行代劳 帮德国换成卢布 这样 也等于给德国一个面子 一个方便 德国不需要向俄罗斯央行 兑换卢布 但是 这里有一个玄机 欧元兑换卢布的汇率怎么算呢? 这才是重点 有两种可能的算法 一个是 按照俄罗斯央行之前宣布的 5000卢布购买一克的黄金 上次我们说 依照上周末黄金的价格 卢布应该要升值30% 也就是大约是 俄罗斯发动军事行动之前的汇率水平 我们看一下 最近几天的卢布汇率 画面上我们看到 去年12月的卢布汇率 大约是73元卢布兑换1美元 这是占钱的价格 然后是星期五的卢布汇率价格 上升到83 接近了占钱的价格 刚刚说的第一个价格 是按照5000卢布购买一克的黄金 按照俄罗斯央行的说法 这个价格水平会实施到6月30日 如果之后 卢布的汇率价格回升到开占钱的水平 那么就有可能 会以那时候的汇率来计价 这是第二个算法 不过由于美国与西方国家的 金融力量太强大了 6月30日之后 卢布汇率还是有可能会遭受到 西方对冲基金 或者是国际外汇炒家的攻击 到时候 俄罗斯央行有可能会延长 黄金对卢布的措施 所以 欧元兑换卢布的算法 目前就是用5000卢布 购买一克的黄金的价格水平 这就是为什么 俄罗斯央行在3月25日宣布这项措施的缘故 俄罗斯都已经完全准备好了 就是等着数钞票 刚刚说 普京的说法其实也是实施办法 因为这项实施办法与细节 已经给了德国 总结是 既然德国总理打电话来 总得要给一个面子 可以让德国还是用欧元来支付 毕竟 欧盟27个成员国 德国总理是第一个打电话来探路的 这个面子不能不给 但实质上 还是一样用卢布来支付 只不过是由俄罗斯来代劳 这样 大家都有面子 也都有了理智 德国看起来还是用欧元来支付 俄罗斯也避开了欧盟的制裁 唯一的差别是 德国是用俄罗斯所定下的 卢布兑换汇率 来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 这下子反而是国际汇率吵架 对冲基金们被打回了原型 也反而是美国那一边 捞不到好处 虽然美国仍然会继续制裁俄罗斯 但是一来 卢布汇率回到了开战前的水平 二来,一些欧盟国家还可能会叛逃 当然,一切还是要等到德国 遵照俄罗斯的书面流程办法来走之后 才算数 我们来看一看影响 这才是最重要的部分 如果德国照办的话 按照俄罗斯说拟定的办法去做 会产生什么效应呢? 我们先说欧洲方面 如果德国照办 那就会产生一个示范作用 俄罗斯送给德国的书面流程 一定也会在欧盟各成员国之间 传越 如果德国照办 德国是欧盟的龙头国家 其他国家多半也会跟着做 那么,表面上 欧盟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 还是存在 但实际上 还是绕过了制裁 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几乎是名存实亡 这是第一点 这就是所谓的 请贼先请王 俄罗斯先搞定了德国再说 第二点 如果走到了这个地步 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 基本上就崩掉了一半 所谓的限制俄罗斯使用美元与欧元 就只剩下美元 限制欧元这方面 名义上还是存在 但在实质上是破功了 西方对俄罗斯的金融制裁 折损了一半 只剩下美元制裁 大家认为 还会剩下多少的威力呢? 去年2021年 中俄两国的贸易总额 大约是1470亿美元 这是历年来最高 大约是俄罗斯对外贸易总额的10% 可是欧盟与俄罗斯的贸易总额 几乎是中俄贸易总额的两倍 欧盟才是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 相对的 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额并不高 所以,美国一定要拉着欧盟 才能够有效的制裁俄罗斯 前两天的视频 拜登以乌克兰为耳 犯了本质上的错误 我们才说 美国金融制裁的威力 用在俄罗斯的身上 威力不落从前 因为美国一定要拉着欧盟 限制俄罗斯使用欧元才行 美国的金融核弹威力 不如以往 没有传说中的威力那么厉害 如果德国照办 其他欧盟国家也跟着仿效 我们两天前的视频 所说的就会得到验证 这对美国来说是非常严重的 即便是欧元限制还是存在 即便是欧洲仍然维持决议 要把俄罗斯部分银行 踢出SWIT 但是 对俄罗斯的损害 却是打了折扣 有关这种情形 我们以后还会继续说明 第三点影响 这个影响也很大 比第二个影响还要大 美元霸权会受到反噬 俄罗斯正在考虑 扩大卢布支付与结算的范围 俄罗斯国家动马主席沃洛金 他宣称 俄罗斯正在考虑 将粮食股物 化肥 原油以及木材等大宗商品 都纳入卢布支付的商品清单 这就是之前说的 天然气只是第一步 如果成功了 当然会扩大范围 沃洛金又说 西方的种种行为 已经破坏了国际社会 对于美元与欧元的信任 他还奉劝欧洲政界人士 兑换卢布对欧洲并没有任何的损失 但是有钱买不到商品 这才是最可怕的情形 也就是 一旦天然气卢布成功了 俄罗斯会扩大到其他的商品 这也是我们说的 俄罗斯正在以食物硬通货 反击美元与欧元的货币硬通货 俄罗斯的能源与商品对上美元加欧元 挑战美元与欧元所主导的国际货币金融秩序 这下子 事情大了 俄乌战争背后的金融较量 进入到第二阶段 战场将不会局限在美国加欧盟对上俄罗斯 而是会外溢出去 这是俄罗斯吹起的号角 反击西方金融制裁的号角 也是反击西方金融秩序的号角 并且不要忘了 俄罗斯背后还有一个 在经济与金融上实力更为雄厚的中国 中俄两国合作一起推动去美元化 昨天的视频 我们正好谈到这个议题 北京挑战石油美元 支持中东建构集体安全架构 北京已经在乌克兰战场外围 发动勾势 我们还说 未来区域性的金融合作 会成为另外一种趋势 今天我们说 人民币会在区域金融中 扮演重要的角色 并且 这将会是中俄两国携手合作 联媒同行一起推动的 俄罗斯有能源与商品 中国有庞大的生产力与工业产品 俄罗斯的能源与商品是硬通货 中国的生产力 内需消费市场 是许多国家希望能够合作的对象 这三个影响会依次而行 而且 美国正要开始头疼 上星期 拜登说 世界正处于一个历史拐点阶段 美国要再一次带领全球 建立世界新秩序 拜登当时是雄心勃勃 中国自信满满的宣告 我们同意他一半的说法 世界的确是在一个历史拐点上 只不过 未来的世界新秩序 未必是由美国来领导 反而会是一个多极的世界 这个可能性大一些 这方面我们拭目以待 最后我们提一个观点 之前我们说了很多有关乌克兰的紧张局势 以及俄乌战争这方面的预测 一些前瞻性的推论 比如说 中俄面对乌克兰要干一番大事 中俄大忌普京的反扑与反制裁 中俄故意卖个破绽 这是要破美元霸权吗 中俄倒灌美国战争与通膨 还有一周对策 美国自以为将计就计 中俄却是连环计 人民币这一次借到了东风 势不可挡 在这些视频中 我们提到了不少对未来局势的看法 包括了中俄合作 中俄两国互相的规划谋划等 我们推出这些视频之后 得到了一些网友的留言回馈 有些人觉得说 杨先生 你是不是把情形说得太好了呢? 英文有一句话 Too good to be true 还有些网友不是很肯定 也不是很认同有关中俄两国合作的部分 以及中俄两国是否能够一起规划 如何应对美国与欧盟的可能制裁 包括了金融制裁 甚至于更早的视频 一周对策 乌克兰将会是美国的滑铁卢 这期视频推出后第八天 俄罗斯承认顿巴是地区独立 11天后 俄罗斯出兵 拆取了军事行动 而且 二月底的时候 由于西方国家 有关俄乌战争的新闻满天飞 许多不利于俄罗斯的战况 如雪片般的纷飞 于是 有一些人开始动摇了 担心普京形势莽撞 中国被普京欺骗了 担心俄罗斯会战败 担心中国会被拖累 担心中国会被美国制裁 什么滑铁卢啊 说得好听 too good to be true 我们现在看一看 这一两个星期 有关乌克兰局势的发展 然后再回过头来查验一下 当时的说法 是不是蛮接近事态的发展呢 普京是有计划 有谋略 有规划的 对吧 然后中俄两国合作 也是一直在进行的 对吧 也许 对于西方的制裁 普京未必全部都预料到 或者说没有准备充分 比如说 俄罗斯一半的外汇储备被冻结了 稍微多了一些 但是大体上 西方的制裁 俄罗斯是事先预料到的 俄罗斯的反击方法 许多也是在事前规划好的 现在的情势 正好是我们在2月27号的视频中说的 普京一定会反击 这一两个星期 普京把口袋中的菜单 慢慢的 一道一道的端了出来 逐一的请欧洲国家买单 我们这样说 中美俄欧四方大戏 正是火热的时候 party还在进行 宴会的第二道菜 也就是第二阶段 才刚刚上场 第一道菜是西方企业国有化 取消专利权 以后还会有 菜单丰富 请大家拭目以待 今天的分析和推理就到这里 请继续收看 风云天下洋风视频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